万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学习第36讲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与处置 这一节给大家说一说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的问题 好 咱们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大家要想到 我们上一节课内容 讲的是投资性房地产的 后续计量模式的转换 叫做成本模式和供应价值模式 两者之间的转换 是怎么转 是可以转 是不可以转 等等诸如此类 还有例外情况等等 但是咱们这节课 讲的是投资性房地产 与非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而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范畴内的后续计量模式的转换了 所以大家这两节的内容要区别开 这节讲的是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形式 和转换日的确定 我们先说转换形式 讲的是自用房地产或存货 与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 这个转换 相当于是这一项资产 在不同的科目之间的 这个转换了 而不是后续计量模式的转换 大家要注意这个点 好 下面给大家画了个图 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说我们企业有一项房地产 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这几类 比如自用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甚至有可能把它划分为存货 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 对吧 都可以 这三种情况 事实上在满足条件的时候 是可以相互之间去做转化的 说到这个地方 给大家回忆一下 咱们前面讲的金融资产 咱们金融资产也讲过说 四类金融资产之间相互转化 能不能转的问题 那个说到 只有我们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持有之到期投资之间 对吧 满足条件的可以转换 并且那个转换是会计准则允许 但是并不鼓励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宽松的多 就是讲说这三种形式 在满足条件下 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这个没问题 大家不用纠结说这三种形式 投资性房地产和非投资性房地产 说能不能转呀 还是说这个资性房地产能不能转 大家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好 下面说这个转换日的确定 转换日的确定 在咱们考试的角度上来讲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别看仅仅是说转换日的这个 日期的这个确定 考一个这个客观题 是反反复复都会考到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 第一点 说自用房地产或存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大家可以反映一下 自用房地产就比如说是 这个固定资产 或者是存货 对吧 我们往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方向去转 说那这个日期应当如何确定呢 说租赁期开始日 这个就是对于出租的情况 那就是以租赁期开始日为准 或者是用于资本增值的日期 这就是我们投资性房地产 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 那就以这个用于资本增值的这个日期 看是哪种情况 是对应两个日期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还有第二种情况 空置建筑物或再建建筑物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就是我们空置的闲置的建筑物 或者是再建工程 对吧 再建建筑物 往这个投资性房地产转 说那就以董事会 或类似级别的这个权力机构 做出书面决议的日期为准 这个地方强调一定是书面决议 因为前面也说到 说这个如果是企业董事会 或者管理层自己开会内部讨论 也没形成一个固定的结论 也没有决议 只是讨论 那不算数的 一定要有书面的决议支撑才可以 并且以这个做出书面决议的 这个签署书面决议的这个日期 就作为我们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的这个日期 好 这个是两点 第三点 说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房地产 这个就相当于用咱们的话说是往回转 是从投资性房地产往回转 对吧 这样的情况下 说房地产达到自用状态的日期 自用状态日期 比如说固定资产 那就讲说我们投资性房地产之前出租呢 我现在已经收回来了 我已经可以用 员工可以在里面办公了 这叫达到自用状态 这个日期 好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说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存货 那就是这个租资性房地产 那就是这个租资性房地产 如果是出租的情况 租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存货 如果说这个房地产是比如赛建啊或者空置啊诸如此类 那我们就更多要关注到他的决议的这个日期 这个地方说完 咱们说下面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具体到咱们会议的角度上说 如何去核算或如何去处理 说在成本计量模式下 非投资性房地产与投资性房地产 应当将房地产转换前的账面价值 作为转换后的这个陆上价值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好理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简单理解就是按账面价值转 下面说投资性房地产采用账面价值计量模式 转换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还是说 其实从非投资性房地产往投资性房地产方向转 或者是转回去 并没区别 在核算的角度上说 都是按照账面价值 直接转就可以 而且账面价值情况下 对应的科目还都是一一对应的 其实非常的严谨 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非投资性房地产假如说是固定资产 我们这边转投资性房地产 那怎么转 我们从固定资产科目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科目 这是资产本身分类的这个转换 然后我们在这一项固定资产 持有期间计题的累计折旧 我们往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这个科目转 我们固定资产计题了减值准备 我们往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这个科目转 我们都是一一对应的这样一个关系 如果是无形资产摊销 也是如此 我们无形资产计题的累计摊销 往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科目里转 并且是按账面价值一一对应的这样去转 其实还是比较好操作的 核心原则 就是按照账面价值去转 无论是往哪个方向都没问题 好 前面说到 说将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的 应按其在转换日的账面价值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科目 代记开发产品 这个开发产品 我前面也提到过 我说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开发出来的商品房 准备对外出售 或者是目的 意图就是对外出售的 要在开发产品这个科目去核算 并且这个科目是属于存货的 好 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 说以地提跌价准备的 还应同时截转跌价准备 如果有的话 该截转也还要转过去 下面接着说 将自用建筑物等转换为 投资性房地产的 应按其在转换日的原价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等等 分别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科目转进来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这个科目如果有摊销 是累计摊销 还有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减值准备 但是在这个地儿 我问大家另外一个事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 累计折旧 往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转 大家想一想 都是这个成本模式下 折旧转折旧 那我们是哪个折旧写的借方 哪个折旧写的贷方 大家想想这个事 比如说我们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往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这个方向去转 事实上我们应该这个 是写在借方的 我们是借方 这个累计折旧 贷方是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大家这个小地方 借方代方 如果真让大家转一套 借方代方 别写混了 如果真是让大家操作的话 好 我们这个说完 看第二点 将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时 这个就是转回来了嘛 对吧 往回转 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时 应按其在转还日的账面余额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分别转入这个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这个减值准备等等科目 也是在成本模式下 对应科目 直接转过来就可以 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 哪个写在借方 哪个写在代方 不要这个写反了 好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